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冷战情室 我是林远山 美军库外打仗 立兵抹马 日夜兼程 进入新年没多久 美军24架巨大的军用运输机同时升空 在南卡州进行了大规模的任务生成演习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数量的C17从一个基地起飞 演习展示的美军作战能力 让人眼界大开 C17飞行员兼演习首席策划巴黎少校表示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演习 为的是今晚就能战斗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次的任务生成演习 整合了美国的空军 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编队 以查尔斯顿联合基地的C17环球霸王3运输机为主 他们负责把致命的海马斯发射器投送到快速渗透地带 24架C17首先飞越查尔斯顿港的拉文尔大桥 场面壮观 随后他们分散开来 操练指挥与控制 导航 战斗节奏 以及战火中的后勤 这四项核心能力 在南卡州肖空军基地和麦肯泰尔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 派出了20多架F16战损 相互争夺空中优势 联合部队利用快速机动性建立了一个模拟的导弹防御系统 为了更好的定义和扩展敏捷作战的概念 空勤人员演练了灵活的威慑和应对 例如在贫瘠的环境中降落 快速完成每个地点的任务 首席策划巴黎肖肖表示 这次演习关注战备和杀伤力48小时内 让尽可能多的运输机升空 以便在敌方大规模兵力的威胁下 美军可以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候都能出发打仗 第一批C17飞机降落在北卡州的波普陆军机场 飞行员们在那里与联合通信支援部队一起工作 建立一个战术行动中心TOC 一份声明解释说 TOC这种指挥结构 通讯安全 位置分散 能防止指挥中断 具有关键决策方面的优势 同时 特种战术飞行员登上了降落在波普陆军机场的 其他C17运输机 飞往附近的荷兰空头去 完成了静态线条 落地后 他们确保了土质着陆场的安全 保证后续行动的进行 在北卡州樱桃角的海军陆战队航空站 C17机组人员降落后 装上海马斯火箭发射器 就赶到波普空军基地 在这里 他们要练习海马斯的快速渗透 也叫Pyrain 降落在南卡州 伯福特海军陆战队航空站的C17 为美国陆军的AH-64阿帕奇直升级 进行快速加油 在乔治亚州的亨特陆军机场 机组人员专注于在火力下 激攻后勤工作 空勤人员必须利用主要职责之外的技能 来完成任务 巴黎少校表示 我们正在练习的是一种灵活的威慑 和灵活的反应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快速移动 就会让对手发懵 在演习期间 近60架飞机 包括一架E-3哨兵 和不少KC-135同温层加油机 同时位于在空中 同步能力训练 最大限度地提高杀伤力 此外 空军人员还测试了 指挥和控制的C-2设备 该设备能让空勤人员 在有争议的环境下 也能知道战斗的全貌 C-17运输机 所在的第437空运连队 他们的上校指挥官 兰克福德总结说 这次演习测试了 在地理上分散 和通信受到干扰的情况下 美军完成作战任务的能力 白宫宣布捐赠 50台M2布拉德利战车 仅仅两周 无军精锐的第47突击旅 就派出成员开赴德国 开训M2 有意思的是 这次47旅不仅仅是学习 用M2打坦克 超级升级后的M55S坦克 也上阵了 这两款配有北约大炮 和反坦克武器的系统 正在协同训练 靶子就是俄罗斯的坦克 周日 一段声称描绘第47突击旅士兵 在M2内的视频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这些士兵显然已经抵达 美国陆军 在德国的格拉分沃尔的训练场 练习操作这台25吨重的车辆 美国支援乌克兰的M2 是ODS版 也就是1991年 伊拉克战争后开发的 沙漠风暴行动遍体 只见成员三人的布拉德里 把六人的步兵小组 载入了战场 在步兵从车后方下马之后 战车负责保护 随着步兵的推进 布拉德里会利用25毫米的 自动加龙炮 和陶式反坦克导弹 进行火力支援 美国陆军升级的数千辆ODS版本中 增加了激光测距仪和GPS 安装了标枪反坦克架 提升了反坦克火力 让M2成为更好的步兵运载工具 和反坦克兵态 它的火力 可以说是第47突击旅中 坦克杀手的导弹部分 47旅的坦克杀手团队的大炮部分 应该是28辆 经过超级升级的M55S坦克 这些是斯洛伐克在去年秋天捐赠的 当时他们用这些坦克 从德国换来40辆运输车辆 M55S坦克的车体 是苏联设计的36吨T55坦克 采用以色列技术改造 配有英国的105毫米L7线坦炮 发射北约标准的弹药 可以击中4公里处的敌方坦克 布拉德利战车上的陶氏反坦克导弹 射程有3.5公里 步兵下马后 能发射最远3.6公里的标枪导弹 也就是说 第47突击旅的M55S坦克 和布拉德利战车协同作战 使用北约的火炮和导弹 可以从3.5公里之外 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打击俄军装甲 这比俄罗斯的T-72坦克 用125毫米2A-46主炮 发射反坦克炮弹的射程 还要远900多米 在战场的优势是明显的 这里介绍一下第47突击旅 这是一支年轻的 独一无二的乌克兰编队 成员完全都是自愿参军 没有应征入伍的 据报道 该部队有北约军队的特征 那就是严重依赖军事 第47突击旅 也拥有比其他乌克兰旅 更大比例的北约武器 47旅士兵携带的是 美国的M16步枪和M203榴弹发射器 而大多数武军士兵 用的是AK-47步枪 自去年年底以来 有一种预测说 乌克兰人希望沿着扎伯罗热地区 发动新的南部反攻 从而孤立涅博河左岸的 数万名俄罗斯军队 可是第47突击旅 这种精锐部队 却驻扎在了乌克兰东部的 哈尔科夫州 这说明乌克兰总参 已经把防御的重心北移 自从俄罗斯用伊朗无人机 对乌克兰城市进行大规模袭击 进程防空系统被提到日程 已知的系统有导弹和火炮 两种类型 导弹包括黄蜂防空系统 复仇者 火炮中呢 有广为人知的希尔卡和猎豹 现在连美国的吸血鬼 和德国的Flighter 这两种微型火箭系统 都准备进入乌克兰 打击无人机 它们不仅效果好 而且还不贵 前几天 美国国防部 为乌军订购了14套 被称为无人机杀手的吸血鬼 总金额为4000万美元 制造公司L3 哈里斯技术公司 将在美国政府提供的车辆上 安装吸血鬼系统 在今年夏天准备好4套 其余的10套 将在年底交付 1月5号 德国国防部正式宣布 20套能够使用APKWS导弹 击中空中目标的综合体 已经进入下一个军援包 它的名字叫皮卡车和70毫米的火箭发射器 这种武器在德国的制造商没有被透露 但是众所周知 它是阿诺德防务公司 该公司使用APKWS导弹的弗莱彻系统 在2020年就已经进入德国联邦国防军服役 吸血鬼是使用小型70毫米火箭摧毁无人机 包括一个4孔的导弹发射器 和L3哈里斯的目标指示器 目标指示器负责检测和瞄准导弹 结合了电视和热成像技术 也使用了激光照明系统和激光测距仪 是一种全新的武器 吸血鬼已经完成了测试 乌克兰收到这批算是原型机 并成为第一个运行吸血鬼系统的国家 弗莱彻系统是德国版的吸血鬼 可以安装在大多数货车上 最好在皮卡车上 只是德国开发的较早 2020年8月就交付给德军了 因为是德语的信息 就不那么广为人知 从公开消息中得知 弗莱彻系统去年11月 进行了额外的测试 能够打击奥兰石和柳叶刀 这两种俄罗斯无人机 而且展示了百分之百的效率 只需五枚导弹 即可摧毁五个目标 APKWS火箭 是GR20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 用的是九头蛇七零 非制导航空火箭 加上了激光制导套件 就成了精确弹药 这种火箭采用半主动 分布式孔径激光制导 在发射期间启动制导系统 发射前无需瞄准 非接触式雷管 可以有效拦截无人机 九头蛇七零长一米 直径70毫米 重量6.2公斤 速度每秒739米 从地面发射时 可以有效击中最远4公里的目标 这种微型火箭的成本 约为3000美元 相比之下 欧洲燕飞弹 需要3万美元 次针飞弹 也在6至12万美元 而见证者136无人机成本 仅为5万美元 显然吸血鬼和弗莱车 打无人机的性价比也很好 在乌克兰 这两款武器将用于轻型机动防空群 在视觉上识别和摧毁敌方无人机 如果我们扩大视野 吸血鬼和弗莱车 还能够对敌方地面目标造成伤害 可以成功地摧毁BMP或装甲运兵车 俄军豪沟阵敌 那就更不用说了 而且这种火箭的供应量也是非常大 价格不高 打起来也不那么心疼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 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